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0年2月21日,首先這裡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器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礦疫聘經濟反彈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節就想講一下 首先update一下美國的19疫情的情況 是這樣的,在昨天,我們這裡的時間,2月19日 最新中數,整個美國有78,018宗 其實是低落了很多的了 比一個月頭的高峰期 新案件20萬,過了20萬 20萬8,336宗 在1月8日的時候,一個月前到現在 已經大為回落,跌了三倍 那些人很開心啊 而現在呢,很多人都認為 到底是不是我們的群體免疫成功呢 等等,大家都覺得是很開心 但是其實在幾天之前呢 是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發生 就是,首先就是 有一群的高級衛生官 是和一些聯名的那些 就是和一些醫生聯名 由四名拜登前疫情小組的成員 和很多醫生聯名 就說,其實變種病毒 在美國很多州是快速傳播 是起碼要戴兩層口罩 或者是N95口罩 作為一個新指引才頂得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說,現在是有兩種新冠病毒 是在人體的細胞裡面融合的事件發生了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說,美國在一個新科學家的雜誌 醫學雜誌報告 美國一個新冠患者 同時竟然出現了 英國的B11 英國出來的B117 和美國在本土 California本土的病毒變異 就是兩種不同的病毒 同時在身體裡面出現 咦,怎麼會這樣的呢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不是罕見的呢 是不多,算是罕見的 但是它這兩種病毒 不是說它們聯合去攻擊人體的細胞 而是兩樣東西白一起發生碰撞 去感染同一個細胞 然後發生了基因互換 兩樣合起來生出了一種新的病毒 是很罕見的 但是並非沒有可能 而最重要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月呢 這個是整個美國 是只有一個病例 在加州發生 但是怕就怕就 突然間會出現更加多 為什麼會病毒這樣重組 就是因為不要管好它 譬如說你以前是有 如果你只有一萬宗 如果說發生的機會是百萬分之一 如果你的城市是只有一萬人 你是只有一萬宗所發生的 如果發生的機率是只有一萬的 你就當然發生很低 但是以美國現在發生的機率這麼高 如果你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出現 是會出現到就變成了 就是換言之 只有在英國、美國 這些防疫不當的情況之下 病毒合體變種才會發生 而現在這一種 所謂變這種合體的病毒 感染力是會強過比原先那種 所以基本上 這些病毒重組可能 是改變了這個新冠19的蛋白質結構 令到慣了新冠的人的免疫力降低 而當然如果可以搞的 現在科技 他們說用現在輝瑞疫苗那種做法 應該是四至六個星期就可以對付它 但是你是需要時間的 就是如果是以現在疫苗供應 緊張接種慢這種情況 如果再趕不及 給這種超 給這種新 如果這種新型的出來 殺傷力是比以前的話 就會影響大禍 所以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要裝備升級 就是要戴兩張紐袖 或者用N95 因為它們可以鎖到95%的病毒入侵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全世界都是會出現一些麻煩的 而另一件事就是 令人聽到害怕的就是 其實因為在這個19影響 在美國竟然發生了一件事 是很少很少發生的了 在二次大戰以來 唯一一次發生 就是第一次發生的 就是平均人類的壽命 是竟然短了 是聽到這個消息 一年之間更多人走了嘛 是啊 那麼平均的壽命呢 是應該有 不同的族裔就不同的 譬如說 原底黑人的壽命是74歲 但是到了2020年呢 就竟然降到去72歲 就是不同的族裔是不同的 那麼西班牙呢 就由 拉丁裔 拉丁裔正確來說是拉丁裔 拉丁裔就由81.8歲 就降到去79.9歲 跌了0.8年 而這個叫做 白人就由78.8歲降到78歲 這樣 總人口 是由78.8歲降到77歲左右 基本上是所有的人 平均整個美國的人口是降低的 是因為19這個大流行 聽到的 其實是令人心說的 以前是從未試過 現在都是探疫苗啦 老生上談啦 大家都探疫苗 是 但是問題就來了 估計呢 其實現在 美國 有很多公司 他們那個防疫是做得不好 結果呢 就是要給罰款啦 總數的罰款是多少呢 根據統計 政府說呢 應該大約是有400萬 400萬美金的罰款 但是到現在為止呢 只有108間公司是給了罰款的 大約的總額是89.7萬 是給了的 你罰我說我防疫不足就給了錢你了 剩下我自己的生意都不好 你說我拿來做什麼 我都在這樣的情況 當你死的 那當然其實要明白 很多呢 其實是一些小公司的 基本上你罰我都沒有用 我給了多少啊 就是以加拿大為例 先那一輪那些防疫官 周圍去查 查你的那些小公司 就是無論大小的了 是不是都罰你800元 曾經試過有一家上海茶 上海餐廳 吃上海東西的 他是偷偷地開門 結果被他發現罰你800元 那對於 罰錢事小就是你明星損失事 但是人家看到你很不合作 對於這個整個抗疫 是的 所以是很頭痛的 但是其實現在有人計過呢 有人說 搞一場白事 究竟要多少呢 起碼二萬 就是有些人說 你知不知搞一場白事要花多少 兩萬元 就是其實你們幫人 其實在這裡 搞一場白事是不便宜的 當然了 這個肯定的 是很頭痛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他們是不停地complain的 那現在 就是要求你做好防疫的 但是 尤其是肉類廠等等 做 肉類廠發生的原因是這麼高 其實是可以明白 很多新冠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的 根據世衛所說的 肉類廠是肉類 就是令到動物是傳染新冠 因為這樣也是肯定的 但是不知道什麼動物而已 所以肉類廠發生的機會比較容易 假設我是有一點點的 這樣我在處理肉食 然後出了事 這樣是很明顯的 就是有一個原因的 當然 不過現在這樣看就是 是 你說 是 你說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就是 你剛才說的 那些新型的又合同一個人 唉 我心一寒一寒 因為現在又有什麼變種 什麼變種 老實說現在總算是盼到疫苗了 對於很多國家來說 但是 會不會又搞什麼新搞作出來 現在最害怕就是這樣 唉 其實現在很多人 所以那些醫療官就不停地說 你不要以為打了針就可以 其實是需要 仍然做 都要做基本防疫措施 你戴口罩死掉它 是的 這兩樣東西是最基本的 但是 但是現在 美國由於它大幅下降 很多人就展現了希望就是 就是說這個群體免疫 我們是成功了 真的在這裏打 但是同時間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社會陰謀論出來了 當拜登上來之後 沒有很久 我有些黃人已經跟我說 看死他會這樣 你信不信 沒多久就說這件事搞定的了 其實這些人為的 竟然這樣跟我說 那些黃人跟我這樣說 心粉那些 其實陰謀論仍然是很成行 在某種程度上 但是我的心其實想問一句 那你打不打 你打不打 那些陰謀論者可能就不打的 真心講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沒有 那些傻人來的 是 其實呢 講回 譬如說 在美國有一間 切肉工廠 應該好像是 先看一下 在紐爵士那邊 有一間肉食公司 是爆疫 那他們的工 或者是在那邊的 有一些私人的Health 私人營運的醫院 他們根本就不夠防疫 結果就是令到很多護士 出了問題 結果就是要被人罰了25萬 那間連鎖的新澤西州 連鎖的醫院 和肉食公司 結果那個公司 就一直在說 我們已經被抓了所有東西 這樣說 我們被抓了所有東西 為什麼要罰我們 在那裡呱呱吵 跟那時候的工會 在那裡罵得很不愉快 被罰款 你罰我款就罰我款 我不管你 那給那些口罩 是一些不合規格的口罩 結果呢 就搞到很多東西 其實是很多企業 是對於這個19的保護 是不足的 在美國 馬遜都曾經是 現在記得 是 先那一輪 這裏加拿大郵政局 有個Fundpassel的中心 包疫 一年氣死了幾 死了一個人 但是一口氣爆了 二百幾三百單 結果整個Fundpassel部門 是要停了的 那 當它重開的時候 據說 有一大群人是不願意再上班的 你救我吧 我不肯回 害怕的 有批人 但是你放心 你不回來 很多人失業的 我們頂了那些 那些on call 那些會回來 當臨時工 那 其實有人私底下說過 就是說 死那個 不幸逝世的那位 其實是一個議員的哥哥 就是因為是議員的哥哥 所以是會被大事報導 如果不是未必會搞到這麼大 其實是很多 就是那些小生意小企業 就做得很好的 相反 大企業呢 就要小心 就是加拿大 總之做肉食生意的 是特別容易染疫的 我相信是跟它的工種有關 就等於華南海鮮市場 那個環境 是肉類容易感染的情況是一樣的 沒錯 凹凍肉等等 大家都聽過了 巴西凍肉出了是一樣的 這麼老肇的那些可能有什麼事 巴西凍肉 它不是經常買什麼巴西雞翼的嗎 我相信它會做得好的 是 當然 連登讚它 那家茶餐廳的東西好吃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妹妹來的呢 哪個讚 連登居然有人讚 那就讚 但它比較的對象是人血章 比較對象是人血章 當然是 人血章的名字都很臭 是 所以讚會等於諷刺 是 那怎麼都好 其實現在 美國的疫情是大幅大幅下 那很多人呢 現在就開始催 就說美國的V型反彈是會比得上中國的 這樣大大聲這樣講 那V型反彈好的 當然V型反彈當然是最好的 加拿大都說我們會是好好的 越來越好的 七國集團裡面 上升得最快一定是加拿大 互相之間在那裡吹噓 是很明顯現在那些人是全埋了 在那個輿論上 第一 疫苗是有效的 你不准質疑疫苗 那些異議的聲音全都這麼低了 是香港這麼詭異的 是 第二 一定搞得定 大家合作就搞定 搞定了明天一地會更好 是這兩樣東西 好了 那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拜拜